喂喂喂 哈喽 来我是罗尼 哈喽 你好 我需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是吧 对对对 怎么称我哪里人 29岁山东人 我姓张 张先生 你好 来请提出你的问题 好 我先说一下 就是我上次的话 我对那个上次主题的那个评论就是 没有人知道你上次是什么 没有人记得 你就说你这个事 OK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有两个疑问啊 就是第一个的话是 关于美国在这个 就是我们这次的那个中俄合作 打了美国一级响亮的耳光 但是我觉得这个耳光好像不过瘾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踹一脚 或者捅一脑 对就是我引申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习惯在全世界制造矛盾嘛 不管是在欧洲 还是在这个中亚 或者说是中东 或者说像是在东亚 这个好像全球都在 都是美国造成的一些矛盾吧 嗯 那反过来讲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主动一些 就是感觉我们一直在被动的防守 就是 没有主动的去给美国捅刀子 或者说是 给他 内部或者他周边去制造一些麻烦这样 嗯 你这是你的问题吗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去做一些这种战略主动上的一些耗作 因为 当然 当然什么 当然那个比方说我们像给这个沙特跟这个伊朗这个事情 是吧 然后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能源运输包括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东西 可能会算是一个捅刀子的一个行为 但是感觉好像也是一个间接性的一个东西 哦 对我希望能够说分析一下这个东西 这很简单 就你弄不过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牌去给美国 就是谈牌或者明面上去对抗什么 你当然没办法了 人家都人家发展多少年了 人家人家那实力多强啊 你跟人家怎么比啊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在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你为什么要跟他主动寻求冲突呢 他是找你的麻烦 他他主要 他为什么要找你麻烦 他为什么要疯狂的挑衅你 为什么要疯狂的撩骚你 为什么 你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可以从我们身上拿到一些保住 或者说是利益吧 或者说就像比方说别人能抢你的钱 但是我抢不了别人的钱这样 所以他就会抢你 嗯 不是的 是因为他想急于把你弄得心浮气躁 然后跟他开始 就是 就是那种那种直接扑过去跟他打架 打架 跟他撕咬 这样他就有机会利用他的优势来弄死你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和美国如果的这种争斗就相当于打拳击 如果你把美国比喻成重量级的拳手 那中国呢 是这个中量级的中量级的拳手 中量级的冠军 中量级的冠军和重量级的冠军 在一起同台竞技打 在双方彼此还同样多的拳 拳头的时候 中量级的就是体重更轻的那个人受伤更重 OK 这是不明智 就是敌人的块头很大 力气很大 然后呢 他也不傻 在这个点上来讲 他又急于的去挑衅你 跟他快速的发起冲突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他觉得他现在有能力把你拿下 但是他需要你在战略判断上 做出很多莽撞鲁莽和错误的判断 急于跟他寻求决战 OK 但是如果说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说去阻止他 跟我们去做一些这种 面面上的对抗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拉拢其他人 就比方说 向俄罗斯是吧 俄罗斯是因为美国给他搞的欧洲 关系不是很好 所以他可能转向 转来投向我们 但是好像放眼望去 好像没有更多的 像俄罗斯这种体谅的一些 经济体验或者军事实力 能够抛向我们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是怎么能去解决这个困局呢 什么困局 你要和谁聊 就是我们的一些这种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自身可能跟美国干不过 但是我们要找一些帮手 那些比方说像中东的国家 或者像俄罗斯 或者像非洲 对吧 那这都是 都是我们的一些后援嘛 对 但是我们怎么能去拉到像欧洲 比方说能让欧洲来支持 你甭想拉欧洲 你甭想拉欧洲 欧洲没有什么中立的 你看他们能拉得起来吗 欧元区 对啊 让美国都豁卧成什么样的 而且你从思想上 你从意识形态 从价值观上 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的 俄罗斯多少思想融入欧洲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对啊 就是我们其实 就是有没有办法 不管是从思想上 他不行是众所周知的不行了 你就不要对他有太多期望了 那么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壮大你自己 提高你自己的实力 把你自己的这套圈子做起来 谁能认同你 你就把谁拉进来 好比说我们金砖五国 未来可能金砖二十国三十国 对吧 包括我们上合组织成员 那这个不断的扩容的过程当中 你不就拉起了这一套系统吗 当你足够有影响力的时候 那些国家 那些地区他们就会因为这个点 因为你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利益的时候 他们也会寻求加入到这个其中 但是这个建立的过程是一定是艰辛 也一定是困难的 那么同时你就不要去期待那些 本身就对你看了不上你的人 你不要期待 他们就适合美国去拿皮鞭子 去站着金创药抽他们 他们就是这样的骨头 你整个王毅去墨安会议的时候 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值得人寻味的话 就是欧洲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战略自主呢 这个让我想起那个 德格尔摩的那个 这就好比说你对方有一个邻居 你觉得这个邻居人家的家底也不错 人也挺好 可是就唯独一件事 这个人腿窝囊了 一点竹心骨都没有 一点自己的竹也没有 让人家每次 让你们这条街上最恶的那个恶霸 每天不是坑他 就是骗他 就是拐他 就是揍他 就或者说就是占他便宜 但是他依然选择相信这个恶霸 上了一次又一次的当 again again 这个就是斯德格尔摩综合症的表现 你说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你自己不知道 那真的不怪我 你真的不怨我 是不是 OK OK 行 那这个问题结束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对正好你刚才也提了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出访那个 菲律宾的那个事情 就是 就是我觉得南海 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冲突的地方 因为 首先他远离 就是我们的本土嘛 本土大陆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周边的国家非常多 并且美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军事实力 非常容易接入 因为他可以用什么 自由航行之类的一些借口 进入 然后这个时候 就很容易爆发一些冲突 虽然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跟南海的国家签订一些 像什么行为准则 包括加强一些这种 经济投资之类的一些东西 但是 本质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 无异于跟那个 这种就是周边的国家 去抢 抢肉吃 但是就是相当说 如果没有美国 可能后面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去 插手拿 那这种的话 我们又没有比较 立竿见影 或者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些 过境 就是南海海上行为准则 这是一个共识觉 是整个东盟 东协国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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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东南亚这十个国家 共同能够认可的 那我们有一套协商的机制 出现了这个争端 出现了矛盾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当我们进入到 共同 加入到这个准则里面的时候 它就变成法 法制化 体制化了 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好解决了 你知道吧 彼此之间有什么沟通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而不是说在没有进入到这个框架里面 然后我们彼此之间解决 可能都是靠 这个拉伤冲突和对抗 或者说用军事冲突和对抗的这种方式 会影响我们彼此的这个 这个合作呀 所以只要把这个南海海上行为准则签定下来 南海就可以保证安定了 可以 所以只要把这个南海海上行为准则签定下来 南海就可以安定下来 喂 听到了吗 OK 刚才稍微有点短 大提意思应该明白 你其他的国家 只要这个东西签下来 为什么美国一直搅乱 这个菲律宾和这个越南 就这两个国家 他能把手伸进去 伸进去就是提出异议 提出异议 又不签又不签 总是拖 总是拖 要不去年就签下来了 不会到今年 所以在今年里面 我们看吧 希望他可以尽早的能够签定下来 那签定下来之后 美国的那个手啊 也仅仅仅仅仅只能说是美国过来了 搞事了 能了吗 当然这个签定下来最终 会不会就是起到我们期待的那个效果 我们后续还得再观察再看 好吧 那我最后问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 就是 就是你觉得像我们这个 比方说安定了南海之后 我们像之前被比方说像越南啊 像菲律宾啊 这样的这些岛 我们还有机会收回来 嗯 先搁置争议吧 先谋求发展吧 当你的军事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懂得什么叫不战而确认之兵 当你看到我方的军舰055 那个052 075 都在那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要不要这个倒了 到时候想拿捏 你不随时拿捏 但是当务之急 不是为你制造冲突 制造更多的敌人啊 你现在目前的当务之急 主要矛盾是美国对你虎视眈眈 天天想弄死你 你得抓紧时间发展啊 为了 现在抓紧时间发展 是为了迎接和美国 发生全面军事对抗的时候 你得做这个准备 而不是和其他国家 现在搞一些鸡毛蒜皮 狗屁倒灶的小事 然后搞乱你们的关系 啊对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我们 我们可能不是站在高层去看问题 就很容易被一些这种 也不是你们不站在高层 你你现在就想一个问题 你是高层 你会怎么想 我是高层 可能不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 你得站在一个高的 更高的角度 你是国家主席 你会怎么想 那那我可能就忍不住了 你忍不住了 那你就当不了国家主席 你肯定当不了 在体制内你都上不去 对啊 我可能就直接就动手了 实在不行 我自己去 对嘛 所以你还是为什么想不透呢 还是因为就是感情用事了 有点异习了 对啊 你看到是不是这种事情爆出来 你就气得牙痒了 那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嘛 这个也正常也正常 毕竟我们都是老百姓 谁没事天天站在国家主席的角度 讲问题 对对对 好吧 好吧 挺好 挺好 我觉得你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 跟你聊天很开心 也这个为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观点 感谢你张先生 那我们就到这里好吗 喂 我们就到这里好吗 好的好的 感谢 感谢 拜拜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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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跟你说 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知道吗 这人得有多大的控制力 能够去及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同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分清利弊是非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什么时候是该说的 什么事不该说 做到什么程度 说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说 这个人 你你要记得将来必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种控制力 你想想 他能控制住自己不任性 你知道 这是很难的 来 咱们再连一个 来 今天最后一个 连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反驳我的人 我不喜欢这种讨论问题的人上来 怎么办 那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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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